酷的聚会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记者陈牧迟 第一个问题来了 你最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呢 爸爸的事你少管 酷的聚会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牧迟 我是演员何轩林 我在星落宁城堂里饰演三皇子朝风 我在星落宁城堂中饰演人族公主黎光轻葵 酷的聚会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记者陈牧迟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中国最优秀的女演员 何轩林老师 第一个问题 最喜欢别人怎么夸自己 怎么夸自己 哇你好有钱啊 哇你好有钱 其实我也是 什么实在呀 第二个问题 分享一个最近做的一件很养生的事情 泡脚 有没有比这个更养生的 最近我买了一套茶具 就是可以带到现场的茶具 泡出来有一个小盏的那种 我在喝红茶 然后养胃暖胃 可以 第三个问题 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什么 我大概知道 孤独尘埃 是我们何老师的歌 天空 对了色彩 也许离开 好过了等待 哈哈哈哈 自己单曲循环的歌应该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听听过这首歌 你要结婚 这是我最近的快乐源泉 模仿一下最爱用的表情包 我好像最爱用那个表情包 你把那个用说出来呀 叫爸爸那个表情包 我是哪有那个表情包 哦 这个鹿真的 最想合作的男演员是谁 陈梦池啊 还有吗 没有了 关键是我想跟人合作也合作不上 真的最想最想合作是沈腾老师 对于这种有趣的灵魂 我没有办法拒绝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记者何顺林 现在我要采访一下国际巨星 陈梦池老师 何记者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陈梦池 幸福一起 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来了 你最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呢 我喜欢我自己的手 手啊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巧可爱 第一个问题结束了 第二个问题 模仿一下你自己最爱用的表情包 我个人只用一些那个微信自带的一些经典的表情 炸零了脸黑了什么的 笑脸了这个 现场做一个简单的那个健身动作教学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就已经算健身了 昨天演戏的时候 我是这么被这个姿势一直在保持 他锻炼到了我的这个肩 对肩的位置 同样我们合计者也有一个动作 也是起到了健身效果 就掐着那个对吧 你没感觉到你的这个 那我练到哪了 下河线吗 你练下河线了 对啊 是吧 你看多多 年上还是年下 啊 年上年下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喜欢四十大四十小的 这个我看感觉的 你选择长胖十公斤还是变矮五厘米 长胖十公斤嘛 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还能把它降下来 最近一次被撩到的瞬间是什么 你那个自吻撩到我了 就连死都死得这么的撩人呀 你这 哇 你这么唯美 这样 这个 这样 这样 对了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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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来 你架错是剧本赋语的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选择的话 你还是会选择架错还是选择 我肯定是喜欢嘲讽的 看小说的时候就超级喜欢嘲讽 而且嘲讽是你演 他要说嘛 你问这问题都多余 感发誓吧 你咋还贴脸呢 哈哈哈